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刀光 四夷如灑 灑一抹山河雨霞 剑衣宁身称霸 把几番春秋冬夏 一碗碧碎一段穿下 穿下怎奈金戈铁马 游轮就剩牵挂 牵挂醉满框沙 谁到此今晚出世无暇 我心难处在你身旁 谁念千秋就放且想我 热泪莫远西风凉 谁他相逢一散梦一场 披肩之锐终不忘 谁问滔滔将水举向何方 只收天涯共住了 这事从你脸上啊 踏下来的 你那个小娘子啊 可真不是东西 太顽脸了 别的就算了 额头上给你画了个王 下面一左一右画两颗小茹子 那不就是王吧嘛 师叔教训的是 等他醒来一定得有成功 这三味堂你已全部服下 老衲也别无他法了 东宁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这是回王坊反照 言四许啊 我这是回王反照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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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点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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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经过师父师叔调理之后 勉强能在这洞里转转 这回 感觉好多了 三位调命 两位相叠 能逼出你身上那最后一点火气 将你不至于无声无息地衰落而亡 只是治标不治本 调一次命就少一蹴针 如今三位过后 如果还是找不到解药 那只能这样没有别的办法了 透古清全靠他身上那点内力相抗 一旦人衰落下去 那就彻底没救了 我实在是才疏学写 翻遍所有医学圣殿 也只能想出这样的权宜之计 陈师叔 这生死要命富贵在天 撞了透古清 还能像我这样活蹦乱跳的能有几个 这回光反照都照上三个回了 想必郭老军来救我这头一份了 晚有什么可不知足的 那怎么能知足呢 你还没娶媳妇呢 你不也还没娶媳妇呢 我那 我那 好歹我那定情媳妇都送出去了 我说你啊 你要不要 养一只母猫 了解了解继母 你胡说八道 你这个坏小子 师父 臭小子 我不管你了 不管你了 去哪儿你 你啊 那你看 你儿子 那是 我呀 你儿子 哎呀 妈 你儿子 我 你看 师父 我想离开蓬莱 带着阿斐出去转转 你不会是嫌弃我们几个老家伙了吧 师父 您当时好心收留图儿 图儿怎么会反过来嫌弃您呢 你要多注意身体啊 对了 我好几年前 没事要打的那把刀呢 容了 还没来得及开任 你臣师父说 你手艺不行 拿出去丢人 好吧 那我再去同他请教请教 重新打一把 出去也可以 周匪那儿要不要 好 不必只会谈 可月儿不可求的东西 催他也没用 等我实在撑不住了 再告诉他送中也不迟 我好想啊 再来 我好想 帮你 怎么会 好想 你 再来 我好想 也要 你 您 要 我 让你给我画王八 看我给你画一群王八 我给你画一群王八 我给你画一群王八 军上 你将军 好久不见啊 属下拜见军上 别 别这么叫 我不配 军上 何 何出此言啊 军上 这关键一战 还需要军上亲自挂帅 你已出来多时 是时候跟我回去了 回去干什么呀 不 这关键一战 还需要军上亲自挂帅 这一战打赢了又能怎么样呢 对于他们来说 谁当这皇帝不都一样的吗 一将功成 万古枯 偶尔之双任 有些敌军 何以为这这是 你也会多重 这个可恼的 所谓 这十区 那我们来说 什么事 又不肯定是 这第一夫的 见团了 不肯定是 你会去看 来 醒醒 醒醒 你们这是怎么了 前面就是湛区了 很快这里就要沦陷了 怎么会完全没有征兆呢 王将军为了掩护我们这些残民撤离 已经被围困了 一旦失守 撤离不就成战区了 王将军 你说得山平之的王林将军 朕是此人 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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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都下去吧 是 军上 来 军上 王将军 叫我谢允就好了 外面这么紧急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我路过此地 听这里的灾民说 将军被困在此 便及时赶来了 那 你的武功 武功废了 但轻功还在 带一个人走 还是不成问题的 你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但是让在下 丢下这些兄弟一走了之 临阵脱逃 也着实地做不到 王将军 这里的兄弟你舍不下 可是外面还有人等着你呢 你可是担心我的轻功 放心吧 我既然来了 自然能全身而退 我一直相信你的能力 可是这场仗 是退 是留 是走 是守 老臣已经有了打算 如果你愿意 跟老臣去看一下 希望你看后 能感受到老臣的苦衷 这场仗打得太难了 牺牲了太多兄弟 这场仗打得太难了 这场仗打得太难了 牺牲了太多兄弟 王将军 这可是你为自己立的墓碑 是啊 这场仗打到现在这个地步 完全是老臣 一个人的角色师母 大丈夫 就应该马阁过世 血阵道德 不死不休 王将军 这值得吗 事情一定要走到这个地步吗 为什么不值得 我答应过先帝 替他保住这份江山 如今用这种方式 鞠躬尽罪 死而后已 也算是 完成了在下的心愿 一生无害 只是有一件事 我一直在犯愁 但是你出现了 这件事 就能迎刃而解了 这件事 也算是 让他来要带出 军兵 好 他ambil launch 你 撤叶 听说甘唐宫一直在四十八寨 身居简出 甚至很少出山 你让他下山 这个不用担忧 你只要将令牌带到四十八寨 再为他吹上一首安平曲 只是你这次去四十八寨 千万不要惊动 打当家李锦荣 更不要提老臣的性命 舅河难忘 别给你添太多麻烦 王将军 军生 冒犯了 学位半个时辰之后自行解开 那时候老臣已经在战场上了 摆脱您的事 不要慌了 小宫 军生 保重 岔江一国 健康被违 珊月崩颓 纪律威王之运 春秋迭代 必有屈骨之悲 这一切 可能就是天意吧 而今截然一身 但命不久矣 不过只剩一副白骨而已 安芝 今日感觉如何 好了 好多了 看样子和你说的不太一样 这才多大点事啊 对于我而言 生死都没有那么重要 好 安芝 你真的 你真的没有怨分吗 世间谁无怨啊 既然你有我有大家都有 便没有什么可稀奇的 替他做事 你毕竟是凤子皇孙 阿弥陀佛 大师 你这念的是哪个杜转经啊 历朝历代崛起 都是王后将相拟有种乎 所谓的正经二字啊 只不过是我们皇亲国戚 拿来哄骗无知人似的 你这是写的什么 一个弦篇 讲的是一个白骨 死而复生后 他爬起来一看 居然发现 自己没有躺在 事先修好的灵井中 他百思不得其境 于是 自己便爬出去 去寻找自己的坟 我还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做白骨传 怎么样 过些日子 我便托人 送到霓裳夫人的余衣班 没准到时候 又是一片横空出世的离恨楼 不 安之啊 你就是太过聪慧 师叔 师叔 我想大把好刀 好 什么样的 你那儿好刀的标准是什么 能不能说句 您卖点的话听听 你觉得呢 我觉得呀 我觉得 首先得材料好 其次手艺得好 刃 利而不脆 刀背 尖而不斗 逆风是不受阻 顺风是不轻浮 当然啊 还得皆是耐用 这是把好刀 若刀主本领大 叫刀鸣声鸣远波 那这刀便成了传世鸣刀 怎么 你呀 不用刀 说的都是工匠说的话 叫阿斐听见了 还得笑你 树叶有装工 随便打下 那你说句不公家的话听听 你就说 你想打把什么样的刀 我一直在想 何为生不逢时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 那你说说 何为生不逢时啊 同是生斗小民 工耕野外 太平世间采菊东离 自有一番野趣 这乱世中人却是流离失所 朝不保夕 你说 是不是生一乱世 天生就比太平盛世的人低贱呢 这日啊 这日啊有昼夜之分 月有朔旺之别 人有离合之悲 事情自然也有智乱始终变换 这生在何处啊 有不得你我呀 有不得你我呀 那生在破晓之前的人 肯定是最幸运的 因为一生 都在看着天一点点的亮起来 你再说阿飞吗 不 我在说我自己 师叔 我知道要给那把刀 请什么样的刀明了 好 快说说 叫什么 稀微 稀微 这古人不是讲 恨尘光之稀微吗 行将破晓 纵使天字暗淡 有什么好恨呢 别不知足了 是 师父念的经里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诗观 谈活我的心也能如诗 安得住这人间 如闪电般的无常 我不就好似成了一颗 永远附着在 成光细微上的昭露 也算一种长久 晚点 四十八寨的李大当家 山春剑之子 无非将军之女 甚至霍家堡的霍连档 有江湖人 有普通人 有好人 也有坏人 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水波文究竟是什么 也许是埋藏海天一色的前辈们 约定好此事到他们为止 也许是因为怕给子女招货 总之水波文是传下来了 海天一色的内容却没有人知道 师父 如今我已经喝了第三味药 还能撑个一年半才吗 嗯 只多一年 而且不能动用内功 否则的话 此生如一 终有殊脱同归之日 多不过百年而已 倒也无法 无需挂怀 你能明白便是 你能明白便是 师父 嗯 托儿 想出去一段时日 你有心愿未了 你只想带着阿飞 去见坎坎坎坎 看看我昔日待过的地方 此事不去 怕是没有机会了 此番出行可不比以往 万事 顺势而为 徒儿谨记 同意 血鬼 是 太帙了 应该等了 也 Object 还有 哥 哥 你回来了 废话 看见了还闻 你怎么刚回来又要走啊 山下有点事情 我得去处理一下 什么事情 我听说 你带了好几个师兄弟一起走 山下暗庄的事情 小事 阿斐刚走你又要走 不行 我要跟你一起下山 你看啊 阿斐已经下山了 我也要下山 家里面总得有一个人看门 你呢就在家里面好好地看门 看门多无聊啊 你以为我是看门狗吗 这是什么 柳家庄有位柳庄主 过几日欺母大寿 我顺便过去看望一下 没什么事 是吗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哥 我是不是也能去 这个柳庄主啊 喜欢广洁善缘 多发了几个 咱们寨子里人多嘛 名额已经满了 好吧 对了 楚楚最近在干嘛呢 楚楚姐天天在家里研究武功点击 那才是真的无聊 我先去 楚楚 大当家 你整理的萧香派武功点学 我看过了 很不错 其中有几处不清楚的 我也都标注上了 你再看看 多谢大当家 我还以为阿盐 是去拿给萧香派的前辈看 没想到是去麻烦您了 四十八寨本就是议题 没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况且我现在的事务 都交给年轻人了 自己也空闲了些 只是我真的未曾料到 像你这样一个 娇娇切切的大家闺秀 整理武功点学 竟然能到如此地步 您给我讲了 我看四十八寨的人 都在各自其职 我不过是小时候 读过一些书 使得几个字罢了 正好我也很喜欢武学 我想着既然要做一件事 就把它做好 你不必谦虚 整理武功点学 除了要饱读诗书之外 还要性情坚韧 淡薄名利 我看整个江湖上 也找不出几个 像你这样合适的人来了 对了 楚楚 破雪刀是我爹一生所做 他老人家生前 三道只走通了无风 林中仍觉久世未通 所以没有留下点击 只有我常年在他身边 耳濡目染学了些 所以这些 我也想交给你来整理 真的吗 大当家您放心 我一定会整理好 尽快交给您的 只不过 可能需要耽误几日 因为我跟柳庄主 已经约好了 淡薄要下山一趟 向他请教武学 没问题 你去你的 你现在学的那些功夫 只要不跟人逞凶斗狠 自保是不成问题的 自己小心便是 是 多谢大当家 那你忙吧 嗯 你忙吧 圣儿 姑姑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想去藏金阁看看 看书还是看人呀 圣儿 吴姑娘乃是忠义之后 独自跻身于我们寨中 但是性格倔强 从不自怨自艺 你若对她有益 万不可负了她 知道吗 姑姑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好好对吴姑娘的 不如咱们四十八债威名 先跟我来一下 我有事要交代 你大家想用 lows point 这件事情你想好了吗 姑姑 我自肯金阁做恶多端已久 而且杀死了冲销道场 于情于礼 我都不应该放手不管 茵阁这个人 想必是有些手段的 你可要多加小心呀 姑姑放心 我已经听了姑姑的吩咐 布好了局 而且 还有霓裳夫人等江湖高手的相助 不会有事的 若真能除掉此人 也算为民造福了 最近看见阿斐了吗 最近没看见阿斐 估计在蓬莱那边 陪着谢公子呢 你们都长大了 应该自己出去闯荡了 你不是 初初姐 你吓死我了 初初姐 我哥说他要下山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说是要去参加什么宴会 有好吃好喝的从来都不带我 好像说什么柳家庄柳庄主 柳庄主 是泰山门下的那一位吗 你怎么知道 我准备下山向他请教武学呢 对了 你哥真的要去柳家庄 对啊 怎么了 没事 我曾经以为 只要我预知不回来 便能遗忘前程往事 没想到屋里重游 这健康 比我规规中的还要冷 那这样暖和一点了吗 老师 快点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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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你说过 天下十分美味 五分都再见了 记得呀 你之前一边吃着加了料的饼 一边大放厥词 说要带我去健康 吃最好的酒了 那还等什么 好 我记得 好 我记得 好 我记得 来 看见那家不亲眼的小兔了吗 那家 曲名叫天灯 也是有一段故事的 据说几十年前 有一位富家公子 为博一位绝色美人一笑 买了成千上万盏天灯 怀水上空 整整亮了七天七夜 后来这位公子的诚意啊 也打动了这位美人 两人终成眷属 后人 敢于此事 便在此 迟迈登陆 以便纪念这一番佳话 你这小美人变成了大美人 怎么还是这么不解风情啊 我可不是什么美人 不需要解这个风情 你要不说这个故事 我还以为这是我们四十八寨的暗庄呢 这曾经还有人在自家门口 连药铺跟零食铺都分不清呢 我还以为你们四十八寨的人 都拿黄连当用识啊 是不是找他 多谢 多谢 慢走啊 二位客官 你们是来订咱们花灯的新人吧 真是郎才女貌啊 对 你们成亲的花灯啊 已经准备好了 来 不不不 我们不是 什么不是 只是没来得及成亲而已 四十八寨 周匪 周匪 周师妹 怪我怪我 你看 连我们四十八寨的大小姐我都给忘了 这两天啊 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 说咱们四十八寨 南刀传人斩地杀 平四相 威风凛凛 大杀四方啊 真是 真是给咱们四十八寨大大长脸啊 笑容笑容 不许 江湖传闻 言过其时 师兄见相了 周师妹 这位是 他姓谢 谢公子 到了暗庄啊 就是自己家了 那 师兄你先去忙吧 我们自己随便看看 好 那我先去准备啊 你们自便 这是什么呢 好特别啊 这是七星勇的牛郎之女的 喜欢吗 送给你啊 你还喜欢什么灯 都可以送给你 这家店我都可以送给你 谢妹妹啊 谢妹妹 你也有反被了拨的一天 好 那你这个定情敬物 我就收下了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你最喜欢的那个酒楼吗 我们走吧 好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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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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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颜热泪 好梦一段不尽水 小风似吹 满楼声雪寒床坠 流年不悔 苍蕴泛飞这么坠 莫收一碗清水 我不恋是非 无法轻垂 脚肉饮飞成河梅 阿肥 周大神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健康最好的将继酒 好 我不在健康的时候 最惦记的 就是他们的缩衣米酒了 谢妹妹 那三副汤药 虽然是治标不治标 但我觉得 良辰没酒 为何要说这沙风景的话 是不是找伐 干杯 不碰 天哪 救命 最近 帮 Loud 贱到陌日 Ga 弃灭 吵孤 这么幸福 相似的 牡丹无香 华丢难醉 这饶我亲梦的大美人 就在我眼前 我却娶不到 生有何欢 若美人敢亲我一口的话 我亲到明路了 你信不信 你是想从屋顶上滚下去吗 头抄下 不行 不雅 不雅 阿飞 我之前说想去那种防飞什么的 都是舍下的 我能耽误你这一年 已经能笑好九泉了 尘方未见细微 这烛光碎碎 伤往自己脸上贴近 难不成没有你 我就不过这一年了吗 没有我 也算无悔 你也不必遇上文牛 也不用却什么九死一生的血神 对啊 也不必 练成脚踩低煞的绝世神功 脸皮这么厚啊 这我当年的风帆 脸皮这么厚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星河随水流聚散 随随信念坠落穿 此生既有了这牵盘 我曾好独自安然 还没带你走恨情山 还没想你的发心弯 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 欠你那把都还没还 挥挥江湖与你魂气不曾怕 等我替你踏遍天涯 微微江山为你缘把热血洒 管它又是谁的天下 既然之雪飘到哪里才是家 不如让我把你融化 当春烟烟无心却化作前世的铠甲 只爱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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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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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